110学年度慈济大学毕业典礼 典礼开始 校长期许所有慈济大学的毕业生 未来在自己的直至生涯开展当中 都能够保持大慈大悲心 共同为全体人类的身心健康 以及世界和平而努力 立足台湾 庇护天下 四年前在新生营首次见面时 义德爸爸妈妈与毕业生们串联起彼此的情谊 携手成长 陪伴 在爱与关怀的环境中度过种种的难关 我代表所有辞呈义德爸爸妈妈 虔诚地祝福大家 仍然能坚守身而为人的底线 和尊严 永远有勇气 真诚地对待自己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陈红正爸爸分享 每个人的亲身经验 是获得智慧成长最实际的方法 而出的经验更要增广见闻 不彷徨迷惘 不坐井观天 要提升自己 拓展生命的宽度 The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Service Contribution 医学系陈伯瑞 张灵伦 2022年慈大在世界大学影响力SDG3 促进健康以及人类福祉这个项目中排名第12 透过学生济世助人的大爱精神 实践在志工服务上 更在毕业之后持续服务并回馈社会 人文是我们自己强项 确实我有受到很多关怀 就是我们这边有持诚意德 然后有导师 有很多的关怀 然后同时也让你自己说 你懂得去关怀别人 其实最重要 教育他们的是做人的道理 毕业不是终点 而是下一段旅程的起点 希望我们能够发挥这些年所学 回馈社会慈悲利他 更将善的种子传播出去 一起为这个社会付出而努力